第一个问题 出尽之事 多逢忧患 愿增悔苦 请问如何才能确保平安 减少忧虑 使身心安稳 专治相当 这是 许许多多同修 共同的疑问 问得很好 真正有这个认知 有这个愿望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怎样 在乱世当中 能够获得安稳 那你必须要学着 看破 放下 我们在讲乱世当中 常常提醒 同学们 一定要知道 在这一生当中 不给任何人 不给任何人 解缘愁 一定要修 忍辱 波罗密 人 忍 忍之不能忍 一般人 不能忍的 要学 要能忍 特别是在 言语 态度上 别人 无论 无论是有意 无意 毁谤我 封刺我 讥笑我 甚至陷害我 决定不可以 把它放在心上 更不可以 放在口上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修 忍辱 波罗密 永远保持 心贫其活 而对这些人 不生 怨恨 不生 报复 如果你的功夫 达到一定的水平 你会对他生 感恩的心 为什么呢 他来成就你的 般若 成就你 忍辱 波罗密 如果 这些境界不限前 你的忍辱 波罗密 到哪里去修呢 金刚经商告诉我们 一切法 得臣于人 这个一切法是包括 世间 处世间 一切法 学弟子鬼 学感恩篇 学世间 特别要记住 普贤菩萨身愿的 前面寺院 离经祝福 对一切人 深功尽心 不能够 亲满 要深功尽心 看到别人 善事 要欢喜赞叹 修随习功德 看到别人 做错的事情 倔口不提 这个很重要 情修不实 忏悔业障 这样一行念佛 绝定能够 保平安 绝定能 圣见土 好 好 好